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滑手机发消息,看影片的互联网 一开始的设计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聊天刷视频,而是为了打仗 没错,互联网的起点不是在硅谷的车库,也不是在哈佛的宿舍 而是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国防部 但它的第一个也是最迫切的需求 是为了在顶尖科研机构之间,共享昂贵的计算资源,加速科学研究 它的设计中,它的第一个任务,是为了在核战争中还能活着联络彼此 因此它必须被设计成一个高度分散,抗摧毁的系统 所以这不是一场科技创业梦 这是一场科学进步的需求,与战争恐惧驱动下的技术革命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互联网是怎么诞生的 故事要从1957年说起 那一年苏联成功发射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史普尼克一号Sputnik 1,这颗只有小篮球大小的金属球 发出BBB的无线信号却震惊了整个美国 为什么?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科技突破 它代表着苏联有能力把飞弹送上天 美国国防部吓坏了,我们是不是在科技上落后了 于是他们紧急成立了一个机构 ARPA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高级研究计划署 目标很明确,要在科技上不输给苏联 一开始,ARPA关注的是飞弹追踪系统 但很快他们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传统的通讯网络 比如电话、广播电台 很容易被炸毁,那怎么办? 我们需要一个就算炸掉一半节点 也能继续运作的通讯网络 这种去中心化的设计不仅解决了军方的生存忧虑 更对后来互联网的自由,开放架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于是到了1960年代,ARPA开始支持一个全新的项目 让不同的电脑在不同地点也能连上线彼此沟通 这听起来像是今天的互联网,对吧? 没错,这个项目就是后来的ARPAnet 1969年,ARPAnet正式上线 当时只有四台电脑进入网络 分别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斯坦福研究所SRI 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 UCSB尤塔大学 他们不是用WiFi 也不是用4G 是用电话线加调制解调器 而且你知道世界上第一条网络传输的信息 是什么吗? 是尝试发送的单词 Login 但有趣的是 他们打到第一个字母L 第二个O 然后第三个字母G 还没来得及敲下系统 就崩溃了 没错 世界上第一条网络信息 只成功发送了LO 是个未完成的尝试 虽然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但它象征着人类首次通过网络 实现远程计算机的登录请求 标志着网络沟通的 真正开始 Urpenet真正的突破 不只是电脑连线 而是它采用了一种全新的通讯方式 分组交换packet switching 但这个想法一开始遭到了电信巨头 贝尔实验社和AT&T的强烈反对 当时的通讯行业权威认为 这种把信息切碎再发送的方式 是一端疯狂且不稳定的 他们坚持传统的电路交换才是王道 然而分组交换的三位电机人 美国科学家保罗巴兰 英国科学家唐纳德戴维斯 以及麻省理工的拉里罗伯茨顶住了压力 传统电话系统是一条一对一的专线 就像是你打电话给朋友线路是锁定的 而分组交换则像是你把内容分成一堆小包裹 每个包裹独立上路走最有效率的路线 最后再在对方那里重新拼起来 这种方式不但可以有效利用线路 而且更抗摧毁 只要还有一条路能绕过去 信息就能送达 到了1970年代问题来了 网络越来越多 不同的电脑系统 不同的公司或机构 大家各自搞了一套 怎么让这些网络也能联网 这就需要一个统一标准 于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协议之一诞生了 TCP IP协议 1973年罗伯特·卡恩·Robert Cohn 和文顿社夫Vinton Serf提出这个标准 他们称这种样不同网络互联的系统为 Internetting简称Internet 社夫当时设想的甚至不只是电脑 还包括卫星网络 地面无线电网络 他们的核心就是 不管你用哪种电脑 在哪个国家用哪种通讯方式 只要你遵守TCP IP协议 就能彼此互通 想象一下就像我们用不同品牌的手机 但都能连上4G或WiFi 这就是TCP IP协议的功劳 1983年1月1日 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 Upnet全面切换成TCP IP标准 也被许多人视为互联网真正诞生的那一天 另一个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90年 国防部决定 Upnet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正式退役 它的科研部分被移交给了NSFnet 直到1995年 NSF决定解除对商业流量的限制 将骨干网卖给私人电信公司 这标志着互联网的真正商业化大门被彻底打开 从那之后 不同机构学校 甚至后来商业公司 都开始接入这套通用语言的网络 互联网从一个军事工程逐渐走向大众 那互联网究竟是怎么从少数人的玩具 变成我们今天每天都在用的空气 这个转折点是万维网的诞生 记住 互联网Internet是底层的管道和基础设施 而万维网World Wide Web 则是运行在这个管道上的第一个伟大的应用 时间来到1989年 地点是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个核子研究中心 CERN 一个英国科学家 提姆·伯纳斯 李提姆·伯纳斯利 正在头痛一件事 为什么每个资料库都长得不一样 为什么每个文件系统都不互通 我只是想看别人的研究报告 怎么那么麻烦 他最初提交给上司的提案 只得到了模糊 但令人兴奋的评价并被搁置了 但他没有放弃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简单却疯狂的想法 要不要我们搞一个系统 把所有信息都用一种统一格式呈现 用一个标准来显示跳转链接 这个提案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熟悉的 WWW World Wide Web YY网 1991年伯纳斯利正式公开了全球第一个网站 内容是什么 就是一页介绍什么是万维网 怎么建立网页 怎么连线 更重要的是 伯纳斯利把这个技术免费开放 没有版权 没有授权费 没有专利费用 他坚信 信息不应被锁在任何一家公司的服务器里 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公共财富 想象一下如果万维网当年是收费系统 今天的网络会是什么样子 他后续推动的HTML URL HTTP等web标准 更是确保了信息的开放性自由流通和普及 而不是被任何一家公司或政府所垄断 接下来的事情就像骨牌效应 最初的网页必须使用纯文字的浏览器才能查看 界面枯燥且操作复杂 1993年美国伊利诺大学 推出了第一个图形化浏览器 Mosaic 它能显示图片排版清晰 还能点钞链接 这太革命了 Mosaic的团队后来还成立了Netscape公司 推出更进阶的Netscape Navigator浏览器 而这个团队里有个年轻人叫做 马克安德森 马克安德森 他之后会变成硅谷投资界的传奇人物 很快互联网迎来了他的第一次战争 浏览器大战 科技巨头微软Microsoft 注意到了Netscape的崛起 一开始只卖书 童年Yahoo上线变成第一个入口网站 1995年 Ebay Hotmail Windows 95陆续登场 1998年 两个斯坦福学生搞出了一个叫Google的搜索引擎 1999年 阿里巴巴在杭州成立 全世界开始意识到 诶 这个网络不只是传讯息 也可以赚钱 但不要以为一切都很顺利 2000年前后发生了一件大事 互联网泡沫破裂 当时几乎什么公司只要加个点抗 就能拿到投资 各种不赚钱 没商业模式的网络公司疯狂烧钱扩张 结果当然是崩盘 2000年到2002年 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多点跌到不到2000点 大量泡沫公司倒闭 投资人血本无归 这段历史也被称为第一次网络寒冬 不过真正优质的公司活了下来 这次寒冬是一场大洗牌 它并没有摧毁互联网 反而促使真正优质 有清晰商业模式的公司活了下来 并加速成长 亚马逊熬过了寒冬 开始扩展商品种类 建立物流帝国 Google在2000年代初 推出了AdWords广告系统 开始赚钱 社交网络开始出现 2004年Facebook上线 2005年YouTube上线 2006年Twitter上线 从这一刻开始 互联网进入我们今天熟悉的样貌 细细快速传播 用户创造内容 UGC演算法决定你看到什么 人人可以当创作者 也可以被影响 但互联网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且发展路径高度多元化 欧洲注重数据隐私和版权保护 并在很早就推动了互联网治理的国际合作 中国则沿着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在社交电商移动支付等领域 打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互联网生态系统 新兴市场则直接跳过了个人电脑时代 直接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从最早的Uppernet到www再到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 互联网的核心从来不是技术本身 而是连接 当然它也不是完美的 我们也要讲讲互联网的副作用 第一是隐私问题 每次你登录搜索滑手机 背后都有公司在收集你的数据 第二是假资讯 网络让信息快速传播 但也让谣言飞得更快 第三是信息减防 演算法让我们只看到喜欢的内容 却看不到不一样的声音 第四是网络成瘾 很多人一天不滑手机 就焦虑失眠坐立难安 也就是说互联网带来的是双刃键 这些问题集中暴露了 被少数公司主导的web2.0模式的弊端 第五是数据垄断与隐私泄露 我们已从被传统电信商监控 转向被少数科技巨头的数据演算法控制 用户对自己产生的数据几乎没有控制权和所有权 大规模隐私泄漏和网络攻击 日益成为全球性的安全难题 第六是信息减防与社会对立 演算法的推送虽然提高了用户粘性 但也在无形中加剧了信息减防 导致社会群体间的对立和撕裂 那未来呢 有人说是AI主导的智慧互联网 有人说是去中心化的web3世界 也有人说下一步是脑机接口 元宇宙数字轮身 不管是哪一种形态 互联网的本质永远都绕不开 人类想要连接彼此的渴望 这才是它最深的动力 这就是互联网诞生的故事啦